好 全球现场要聚焦在美国旧金山登场的APEC 更多的内容我们把时间交给韩宇 好的 早安 这点呢 首先看到美国总统拜登 他在台湾时间17号 今天凌晨的时候 在亚太经合组织CEO的峰会上发表一个演说 那拜登呢 他的演说主题是信赖美国 并且就提到了美国是太平洋强权 以及他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昨天习拜会的一个谈话内容呢 双方的对话是非常好 一起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呢 拜登他在CEO的峰会上呢 他发表演说再一次的提到 美中两国在气候变迁 禁毒与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个合作 同时希望与会的CEO可以信任美国 而拜登随后呢将会主持APEC的 非正式对话以及工作午餐 那么回顾昨天呢 其实相当热闹的一个美国好友团体 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 当时呢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方的政府 还有工商界等各方代表是面对面的来会面 发表一个演说 那么习近平他在会上就首先指出呢 中美关系的根基是人民 后来就宣布未来五年愿意邀请 五万名的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 并且表明呢他要重启美中之间 可以看到呢是圆滚滚的大猫熊的这个外交 满足加州他们希望猫熊的一个愿望 因为其实呢美国华盛顿的国家公园 动物园呢日前三只大猫熊 美乡天天还有小溪鸡 日前不久呢他们才刚刚回到中国 当时呢就有很多的美国民众是感到不舍 对此习近平他就表示 大猫熊这个是中美关系的有遗食者 希望中方可以继续展开和美国的一个交流 大猫熊的保护合作 不久前 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的三只大猫 回到中国 我听说很多美国民众 特别是孩子们依依不舍 专门到动物园去送行 我还了解到 圣达哥动物园和加州人民 热切期盼大猫 能重返加州 大熊猫是中美人民的有遗食者 我们愿意继续从美国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 努力满足加州人民的愿望 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那么在和美国企业领袖的演说中呢 习近平他也明确的表示 中国希望和美国成为朋友 不会和任何人打冷战或是打热战 这个是习近平他宣示 要在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建立一个和平关系 最最明确的一个言论之一 那么当时呢 可以看到会场上包括了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 华旗集团苹果执行长库克的企业巨头 美国的企业巨头呢 他们都是坐上宾 那么当时其实习近平就提到 中国要和当美国的朋友的时候呢 其实在场的企业大佬 他们全部都是站起来鼓掌 时事评论员赖月签 他就认为呢 其实在中美常年对抗的一个氛围气氛之下 其实呢 美国的企业家 他们都只想要创造一个好的营商的环境 因此呢习近平的这番话也带给企业家 他们非常大的一个期待 这段话的时候 美国的几乎在场的所有的这些CEO 全部都起立了 热烈的欢迎 因为他们实在也受够了 中美这两大国在这七年以来 这样子一个没有止境的 而且不知道谷底在什么地方的 这样的一种对抗 当然我们都知道 挑起者是从川普 就特朗普时代 拜登接着 然后变本加厉 其实我们都看得很清楚 是美国主动出手的 中国是被迫反击 但是对于做生意的人来说 他们真的不希望这样 他们是希望是两大国 能够携手合作 那么习近平是一个六年 在一次的访美和拜登的一举一动 都成为全球的焦点 但是呢 这个严肃的习败会 其实有很多不少轻松的小插曲 美国总统拜登在会谈中呢 当时他就故意给习近平看 他38年前的一个青色照片 而且呢 画面中可以看到 他特别送习近平的时候 还把头伸进去习近平的座车 红旗专车里面 来看一下车子里面的内装 大赞习近平的红旗专车 是好漂亮 甚至呢 不忘拿自己的野兽坐车 来比一比 会谈结束 两人友好的走到大门外 拜登见到习近平的专车 突然眼睛一亮 短短一句 让习近平相当高兴 当场要随护开门 让拜登瞧瞧 两人在众人面前聊起爱车 各自都满脸得意 红旗专车历史悠久 是道路领导人的专用车辆 习近平上任以来 出访各国几乎都会搭乘 而且配备不输美国总统的野兽专车 号称同样防弹防炮 每年现场五辆 比劳斯莱斯还要稀有 场外花絮精彩的还有这一幕 习近平专车抵达庄园 在转弯切入时 差点撞上站在红毯迎接的仪队 还好仪队迅速往后退 小意外让人猜测 是驾驶的无心失误 还是精心安排的下马威 让外界诸多联想 严肃的会谈中也有小插曲 道路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透露 拜登竟然拿出手机 秀出习近平38年前的青色照片 还调皮的问对方 你认识这个年轻人吗 两位大国元首随即开心的笑起来 美国官员还透露 拜登在闲聊中 也像下周一生日的彭丽媛 预祝生日快乐 但习近平似乎有点尴尬 回应工作太忙 忘了太太的生日 记者综合报导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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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